大家好,这是阿里巴巴公益历史上第一次在线晚会 今年非常特殊 这个晚会也非常独特 无论发生什么,这个晚会我们都要坚持开 因为面对的困难越大,危机越大 越是需要我们一起来担当,一起来面对挑战 一起创造未来 过去的三个月,中国很困难,全世界都很困难 这么巨大的灾难面前 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感到骄傲的话 那就是阿里人的表现 关键时刻,阿里人没有抱怨 没有观望,没有等待 我们做到了此时此刻非我莫属 我们做到了去改变,去完善,去创造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阿里几乎所有的业务部门都投入到了抗疫战斗中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创造了很大的价值 作为阿里人,我由衷地为大家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谢谢大家 17年前的非典,阿里从危机中找到了机 让自己活了下来 今天阿里巴巴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体 新的危机面前,我们不但要让自己活下来 但更重要的是,要用技术和平台的力量 让别人活下来,活得更好 让别人从危走到机 这就是17年来,阿里巴巴最大的成长 无论是17年以前我们的经历,还是现在 我们正在面对的挑战 都再一次验证了一个道理 公益的心态 而是公益带来的提升和成长 大家进入阿里后 最大的变化不是钱多了,车好了 而是代升了爱商 有了爱心 有了爱商 我们的商业 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服务 自然就有了温度 祝贺 今年所有获奖的团队和同学 无论项目大小 也无论项目是什么领域 重要的是从你们身上 我们看到了阿里的温度 阿里人的智慧 阿里人的担当 在疫情之前 我们坚持了十几年做公益 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的公益 不可能也永远不会停下来 这次疫情是一次考试 你们都考得很漂亮 我更希望是疫情之后 我们能够把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动力 这样的善心和善能 用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去 因为商业本身 就是最大的公益 它创造价值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 让无数人就业 让无数人看到希望 无论是商业还是公益 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让无数人 对工作和生活充满希望 谢谢大家